今日,49岁女星孟廷伟连续上热搜,起因是将暖娅爆料,孟廷伟爱上小自己12岁的女助理。 众所周知,孟廷伟在2014年,就宣布跟前夫张之鹏离婚,当时很多人误以为是将暖娅插入两人的感情,事情已经过去了这么久的事情。 将暖娅连发三条长文公布真相,当年孟廷伟离婚的真相扑朔迷离,孟廷伟工作室也在第一时间发文,说是会追究法律责任,公然发布作用信息。 被告孟女士,孟廷伟转发该微博表态,11月23日凌晨,孟廷伟前夫张之鹏深夜发文,证实了孟廷伟出贵刘颖杰,本来一家人可以幸福的,但因为刘颖杰的插入,导致感情破裂。 四年前,张之鹏也替孟廷背了黑锅,录制这些年来孟廷伟自私的躲在后面,凌晨四点多,孟廷伟介入,并录制前女婿张之鹏打人,过程从头到尾妈妈都待场,说是张之鹏一有所指抹黑胡说八道。 一小时后,张之鹏再次发文,叫了九年的岳母,为了女儿撒谎,比谁都古短,说自己在四年前替前去背黑锅,自己低头道歉,自己母亲与兄弟含泪,一家人都在保护孟廷伟,但没想到对方却如此一致般。 接着,张之鹏放下狠话,如果前岳母再掺和进来讲过,一定会再爆出来事情,比他女儿婚内出鬼灯位严重的事情,早上六点多。 张之鹏继续爆料,六年前曾经被孟廷伟避到离家,搬到外面住,忍着妻子,背叛的痛苦,还被孟廷伟招伤过,又经常看到孟廷伟跟刘颖杰酒店约会。 刘颖杰态态度极差,翻翻刘颖杰的微博不难发现,只有38条博文,更多的好像都是在说跟孟廷伟的爱情,孟廷伟比他大12岁,即使孟廷伟脸上有皱纹,他还会理解成微笑过的痕迹。 他爱一个人,那个人也爱他,刘颖杰把这命名为奇迹,如今,孟廷伟没有任何的回应,曾经的孕女女神,没想到到了49岁还闹了这么一猪,世界中的几位当事人。 孟廷伟,刘颖杰,张之鹏,孟廷伟妈妈接下来会有什么回应,坐等吃瓜,你呢?